年过半百的母亲怀上了孩子 消息一出,周围人都在暗暗嘲讽 快要结婚的亲生儿子觉得十分丢脸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貂产聊天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印度家庭喜剧《喜得千金》 纳库尔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儿 他生活在一个五口之家 家中有父母,弟弟,还有奶奶 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一家人始终和睦文心 纳库尔在一家公司就职,女友是他的同事 两人感情很好,不出意外 他们将会步入婚姻的殿堂 生活本应该这样继续平淡安稳地下去 但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父亲和母亲躺在床上 他们念着诗词 外面的天气也适适地下起了雨 两人情不自禁恩爱一夜 本因为大家都年过半百 不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却不想这一下就让小生命有了萌发的机会 发现的时候孩子已经十九周了 知道这个消息的父亲尴尬极了 他吃开了交集等候在医院外面的纳库尔 医生表示母亲的年龄过大 生命的风险很高 要是选择堕胎就有尽快 回去的路上 母亲表示自己绝不会堕胎的 父亲本想再劝劝 可看母亲如此坚持 也不好多说什么 他们一起回到了家里 面对儿子们关切地询问 父亲像是做错失的孩子一般 不知如何是好 但想了想 他还是鼓起勇气告诉儿子们 检查结果出来了 我们家将会多一位小客人 小儿子听到后条线反射地回答 我绝不会让出我的房间的 但一旁的纳库尔很快反应了过来 他缓缓地看向了母亲 又看向了父亲 明白了这个小客人的真正含义 母亲羞愧地低下了头 父亲紧张地直绕手指 家里的氛围一下变得极其尴尬 一直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 纳库尔还怒目圆瞪地看着父母 父亲将手中的皮鞋反复擦拭着 以此来躲避儿子的视线 纳库尔愤怒地摔门而出 奶奶看出了他们的不对劲 昨晚从音乐回来后 奶奶已经睡着了 他还不知道这件事 父亲打算再说一次 小儿子赶紧出门上学 并说道 我可不想再听一次这个好消息 听说了这个消息后 奶奶大骂着 你们是丢掉羞耻心了吗 你们哪来的时间做内事 政府都号召计划生育了 你们难道不会保护措施吗 夫妻俩被骂得直接逃出了家 孩子们没吃早餐就走了 母亲气得破口大骂 家里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小客人 变得一团糟 夫妻俩为了不再被家人另眼相看 睡觉的时候都不敢关门 可这个消息还是传开了 周围的邻居亲戚 表面上都在祝福 实际上 却又在嘲讽着他们一家 居然本就不悦的纳库尔 更是无言面对他人 他不敢见朋友 不敢去上班 不敢面对家人和女友 更不敢看手机 在街上见到有关孕妇的广告 或者是路上的孩子 都烦躁不已 他无心工作 于是向公司请了几天假 不知情的女友 见纳库尔一直不来上班 于是找到了家里 纳库尔见瞒不住了 于是说出了实情 结果招来无情的嘲笑 这让纳库尔更加郁闷了 他回到家里 母亲提醒他 两周后要去参加表姐的婚礼 纳库尔表示 自己不会去的 他可不想被人指着鼻子嘲笑 做作业的小儿子 听到他们的争吵后 也以自己要期末考试为借口 表示不会去参加婚礼 看着儿子们的态度 父亲俩很是难过 很快到了婚礼举办的日子 在婚礼上 父亲看着商有打扮的母亲 不禁眼含欣赏与爱意 他们虽然人到中年 但仍彼此相爱 参加婚礼的人很多 免不了有人对他们支持点点 但也有一个好友 私下找到了父亲 好友的儿子 因为性生活问题 被前妻嫌弃 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 他已经二婚了 却还是走不出这个阴影 于是好友找到父亲 希望他能帮忙 开导自己的儿子 听到好友的话 父亲不禁有些骄傲 还偷偷地往妻子所在的方向 含情默默地看了一眼 在同一天晚上 纳库尔和女友的约会 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可就在关键时刻 纳库尔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他终止了约会 并愤怒地说道 他们不应该这么做的 气得女友直接给他扔了一个枕头 女友不明白 纳库尔为何那么排斥父母的事 他试着开导纳库尔 告诉他要换位思考 如果是他们到了50岁 难道就不配谈论爱情 只能谈论孩子吗 在女友的开导下 纳库尔似懂非懂地 试着要理解父母 在交谈的时候 女友也发现了 纳库尔真正的问题所在 纳库尔是一个典型的印度男人 他将自己的母亲视为女神 可他却忘了 自己的母亲也是人 她是一个妻子 她有着自己的欲望 女友邀请纳库尔明天过来 参加自己母亲的生日会 并想趁着这个机会 将纳库尔母亲怀孕一时说清楚 女友本以为母亲会像自己一样表示理解 母亲听后很是惊讶 她不明白 为什么两人不做好防御措施 50岁的时候生孩子 将要面临健康经济双风险 纳库尔一家并不富裕 最后这一切责任都会落到纳库尔的肩上 激动式的他说出的话有些难听 他不希望女儿嫁到一个像马戏团一样粗俗的家庭 女友母亲的这番话被纳库尔听到了 纳库尔很是生气地顶撞了他 他也从中意识到 自己之前的态度让父母多伤心 作为儿子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支持 因为纳库尔刚刚的态度不好 导致他和女友之间产生了嫌隙 在学校的弟弟也因为父母的事情被同学嘲笑了 他狠狠地回击 却被同学打了一顿 兄弟俩都回到了家里 经过这些事后 他们开始理解父母 并决定做些什么 第二天 纳库尔带着弟弟来到学校 将打人的同学教训了一顿 此后 他主动找到自己的好友 好友一直等着纳库尔的出现 只为嘲笑他 却不想纳库尔的一番话 让他哑口无言 另一边 周立之间正在聊天 不明说到怀着孕的母亲 他们假意地给母亲提醒 实际却在责怪他 给家族丢脸 抹黑了家族的荣誉 还表示 他的行为会给后背造成极坏的价值观 母亲听着难受地低下了头 在一旁的奶奶受不了了 她一改当初刻薄的态度 愤怒地斥责两个手里 居然会谈论的价值观 价值观难道没有告诉你们 应该对老人尽孝吗 去年我住院的时候 你们只来探望过一次 赤和拉萨全都是她一个人在照顾 你们还要脸教别人价值观 夫妻相爱没有错 难道小孩都是从石头蹦出来的吗 两个轴里被骂得泪眼汪汪地离开了 在一旁听着的母亲 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他们回到了家里 纳库尔拥抱了做饭的母亲 也向父亲道了歉 最后还和奶奶打去了起来 一家人再次回到了之前的状态 彼此相爱 温馨和睦 可纳库尔和女友的关系 自从那晚后便一直僵持着 一个不敢发出消息 一个等待着蓝星 母亲看出了纳库尔的不对劲 于是主动和她聊了起来 在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母亲鼓励她主动去道歉 听了母亲的话 纳库尔第二天来到了女友的家 她先是找到了女友的母亲 对自己那晚冲动的态度表示了抱歉 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她的家庭虽然普通 但她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家很好 她的父母也很好 她更希望 有一天自己的家庭 也能够如此的温馨和睦 随后她递上了一张宝宝派对的邀请函 希望能够得到原谅 也希望女友和她的母亲 能一起来参加派对 晚上 母亲的肚子开始疼痛 一家人手毛脚乱地将她送去了医院 下班回家 女友也从自己母亲的口中知道了 纳库尔来道歉的事 母亲不阻挠两人的交往了 女友高兴地去找纳库尔 却被邻居告知 他们全家人都去了医院 于是赶了过去 此时 母亲的羊舌已经破了 需要马上动手术 一家人在手术门口焦急地等待 赶来的女友拉起了纳库尔紧张的手 两人相识一笑 很快 好消息传来 母亲平安淡下了一个仙金 纳库尔将这个孩子捧在了手里 家人们也都围了过来 父亲更是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全家人一起拍了张照 在孩子出生的第15个月 纳库尔和女友结婚了 在一片歌舞欢乐下 全篇结束 夫妻相爱 情色和民 本事无所 再怎么令人尊敬的长辈 爱也是人 只要是人 就会有基本的需求 爱这件事 是每个人的权利 从来不分身份 更无关年龄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